我就是ドラえもんです 君とがなせて嬉しいよ 哈囉大家好 我是Naka 今天要來開箱這一個 Doraemon的語音助理 Doraemon應該是每個人小時候都希望有一個好夥伴 回到家之後有人陪你一起玩 拿出很多不一樣的道具 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LINE推出的語音助理 叫做Crowbar 那之前呢其實就已經有推出過熊大跟沙莉的造型 而在今年6月的時候 LINE推出了Crowbar的Doraemon限量版 那它跟熊大還有沙莉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它會用Doraemon的聲音跟你講話喔 我們現在就來拆箱看看 打開盒子當然就會 直接看到這個很可愛的Doraemon就在這邊 然後裡面還有說明書 然後還有充電器跟充電線 不過我覺得它的充電器跟充電線做的 就有點普通 明明這個造型做的這麼可愛 但是它的充電器就是這樣子而已 然後裡面就 沒了 就這麼簡單 它其實就是一個喇叭而已 然後其實它的整個質感做的非常的好 它是霧面的材質 背後有音量鈕 還有控制藍牙跟麥克風的開關 它的尾巴是沒有作用的 就是沒有辦法按 但是它的鼻子呢可以控制播放跟暫停 而它的電源開關呢就在底下 然後我們現在就先來把它開啟 有聽到聲音了那就是開啟了 開啟雖然有點時間 所以我們就等它進入到它的系統裡面 開啟完成之後 它就會先有一個類似Google小姐的語音助理 先來跟你問候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開始控制它 那控制它的方式就是對它說 因為我會的日文其實並不多 基本上就是簡單的招呼 晚安晚安就這樣子 不過你現在聽到應該都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它都是用一個像Google小姐的聲音 來跟你說話 而不是哆啦A夢呢 那其實你要把哆啦A夢叫出來的方式是 你要跟它說 有 這個時候它就會用多愛夢的聲音出來 跟你打招呼了 然後你就可以跟多愛夢開始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跟多愛夢說話 多愛夢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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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シャララララ 僕の心に いつまでも輝く夢 ドラえもん そのポケットで叶えさせてね 他就會唱歌了 很可愛吧 可愛い ご冗談でしょう 他以為不好意思 じゃね ドラえもん バイバイ またはなさんね 他好熱情的說バイバイ 好 這就是LINE Clova 語音助理的功能 他其實就像Siri Apple HomePod Google Google Home 你想要用說話的方式 你就可以去控制他 你要問今天的天氣 今天的氣象 今天的天氣跟今天的天響不是一樣嗎 或是今天的新聞 或是說你希望他幫你開燈 關燈 開電視 開音響 播音樂 這些你都可以直接用說的方式去控制他 雖然他很可愛 可是他目前就是只能支援日文 你就一定得用日文的方式去跟他說 說中文或是英文都沒有辦法 而且他其實必須要搭配很多LINE的產品 才能夠使用 例如說他的音樂播放軟體 只是要配合LINE Music 但是這個服務目前在日本才能夠使用 那如果拿回來台灣 他其實就是一個藍牙喇叭 也還沒有其他特別的功能可以用的 今年初的時候 LINE 也說他們 預計在今年會推出 PROBA的中文化 到時候也許就可以用中文的方式 去跟他做溝通或操控 只是說到目前今年8月 大家還沒有看到LINE 相關的消息出現 真的是希望有機會可以透過軟體更新的方式 讓他可以支援中文 至於要怎麼把他當藍牙音響使用呢 他後面有一個藍牙的開關 就把他按下去 好 最重要的按下去 開始 這好唱喔 好 我要直接點線它 好 他現在就已經跟我的iPhone已經連上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播一首歌 好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mini版的喇叭 然後它的輸出功率也是比較小的 它的音質呢你其實沒有辦法要求到它有 太好的音質 就是如果你對音質沒有太要求 你只把它放在房間床頭 當一個小音響播放的話 應該是還可以接受它的音質 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接受它的聲音的話 它其實後面還是有一個聲音 它是可以讓你把聲音另外外接到你喜歡的比較好的音響去播放 不過基本上你會買這個音響呢 通常不會是因為它的音質 而是你真的很喜歡它的外型 或是多安裝的外型 你才會去買它 它在日本的官方售價是5400元日幣 是含稅的價格 其實這個價格不算太貴 不過我在買的時候還是考慮的蠻久 因為它其實真的是代表台灣之後 就除了當藍牙音響之外 沒有其他的用途了 不過 限量的 不買嗎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 按訂閱和鈴鐺接收通知 也歡迎把這影片分享給你的朋友看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第一次拍的影片有好緊張 講話講了好幾次才終於把話講完了 而且我特別穿了這個 多愛夢的漫畫T 原本是要穿多愛夢的變身體 不過因為它真的太重了很多 我來個湯 那就 先這樣子吧